今天的投票日报的头犯不是阿拉伯之春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虽然是伊斯兰父女大家在投筋 但是这个不是阿拉伯之春 这个是香港来的 外容组织Stop the violence 我想提一提 其实英文字串错了 我都觉得是 不关键 我觉得还不是去抽成他们的位置 而我觉得香港人应该受惠 印尼最出名的是什么? 排话 是吗? 是的 就是从60年代到98年 98年有一个很大的资料库很厉害 不是不是 一摊就来 资料库说98年代排话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有印象 其实也是回到60年代 最初的60年代 60年代开始 你从开始严重排话到98年代排话 死了人 到大量请印庸 到现在 印尼人说你 虐待他 就是丑不丑啊? 香港固主 是的 就是恐不恐怖一些? 有没有解决方案呢? 人家的解决方案就很清楚了 人家说不理 我不理 是不是? 是不是? 不是 之前我看他们就说 因为他们现在找工作 如果这个固主倒退了 他们就炒了他们 只有两个星期时间找工作 还有他们的工作 性质只可以做非用 那这里可以着手的 就是你的言 这个纯粹是一个 叫做 Bugling Power 的技艺 他多了那个 以加能力的话 他自然 自然就会没有 一受虐待 或者一受虐待 任何那些不公平过瑜 他就可以离开 是的 我觉得 如果作为一个种族共用的角度 做法 将那些印庸被人虐待的案件 拍片 拍片 还有印尼文 菲律宾文 就在政府广告时段 播出来 为什么要播出来? 还要不讲广东话? 是 播给他们看 摆得明是要批击你的香港人 是 就是你很记得不漏洞拉 莫正失职 是的 是吗? 拿劣质恒大行动 你很记得 还有你 什么文字 是什么 你特意播出来 你的僱主吃饭看电视的时候 你是听不明白 但是你看到那些影像 你自己知道什么事 肯定非常有效 我告诉你 这个真的是 用舆论来对付的 是绝对有效的 涉在那些无线的 是的 真的有用的了 你真的是香港人 自己应该 真是 丑了 看到这件事